我裝得很高興的樣子 其實呢 引不住我內習心的濁暢 這十六年來 我從不懂棒球 到我懂棒球 到我喜歡棒球 到我熱愛棒球 這十六年的酸甜苦辣 因為有在場的十號隊友 以及全世界 可能一個職業球隊 沒有這麼小的經濟規模 能經營一個職業球隊 所以我感到很滿足 我內心無憾 但是呢 天下沒有不善的宴席 我們有再多的理想 再多的想法 但是呢 基於現實面 我們不得不跟各位 道別 還好 我跟芥婷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聖賢 我們不負各位的期待 我想各位對我們的反應 各位是我們最佳的顧客 Lanew 一向著作售後服務 我 對各位 也有很好的售後服務 你說對不對啊 現在呢 我對那天呢 也要有好的售後服務 但是呢 我一個人不能完成 必須要有各位 跟我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明年開始 我跟各位一樣 我會變成觀眾 我三不五十有空的時候呢 我會買票進場來看球 今天呢 很多時候隊友呢 要我簽名 但是呢 因為實在有很多活動 讓很多球迷失望 希望呢 明年 我在你旁邊的時候 你們還願意讓我簽名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這邊呢 要感謝的單位很多 演員很多 當然 我一直 以我的規模呢 能拖到十六年 我想 我自己都覺得很不簡單 五年前 我就一直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呢 每當我在巡場的時候呢 我看到各位呢 我又猶豫了兩年 當我看到 這小孩子呢 在跳舞的時候呢 又讓猶豫了三年 我不知道怎麼對這些小朋友交代 就好像我孫子呢 問他爸爸 說阿公為什麼要把球隊賣掉呢 他爸爸解釋也解釋不清 他說 我們球隊賣掉以後呢 他要去支持兄弟下 他爸爸解釋了半天呢 說球隊呢 還在 只是換個名字 他才說 那要繼續支持LAMIGO 就是因為 有各位 才讓我一直拖到今天 但是呢 總歸我們 找到這麼好的新東家 我 感覺 中華職棒的機會來了 因為日本是比我們先進 他應該可以帶來更好的技術 觀念 這16年來呢 我在美國 在日本做生意 只要有機會 我跟傑婷 我們在美國會看棒球 像陳偉英的邁阿密 我們都去看過 剛好那天他先發 還有教師隊 是我公司的總部在那邊 所以我們有機會就去看 我墨西哥的工廠 提華納就是墨西哥 那個提華納都市 職業球隊 他的球場就到工廠的旁邊 我們偶爾會去看 那日本就不用說 我們在日本 經常代表國家呢 去海外比賽 托克多姆 那 食鹽堡 別海盜 到處到處呢 有機會 我就去參觀工廠 我們有想法 我們有理想 但是呢 我希望呢 接手的單位 全部 都是大公司 希望呢 中華職棒 可以 因為我們退職 可以脫胎亂走 但是呢 需要各位的努力 各位的支持 繼續支持 而且呢 人數還是不夠 所以呢 停場的時候呢 我希望 我們十號隊友呢 把周遭的親戚朋友 他們不看棒球的 先教他們棒球規則 因為不懂棒球規則 就提不起戲劇 這是我的心得 所以呢 把你們的 周遭朋友呢 不看棒球的人呢 抓來看棒球 讓他幾次就 愛上棒球 這樣做完廚房 就會有很大的心 最後呢 我要感謝的單位呢 趁這個機會 我也感謝 首先 當然 是我們的十號隊友 還有 這幾年來 我們的贊助廠商 尤其是立新醫院 張院長的全體同學 對我們球員健康的照顧 這邊要特別感謝立新醫院 還有我們的協力場 再來 我要感謝我們的所有的全體球員 行政工作人員 我們有最好的總教練 帶給我們最好的教練團隊 七年五年吧 不是讓得七年 在這邊呢 我要感謝我們球 球員的努力 感謝我們的教練團 尤其是我們的教練團 我們是市隊裡面 人是最安定的 我從來沒有因為訴求 來干涉效應的運命 記得 有一次 是啦 12年半 我們教練團的 軟硬兼施 都沒辦法 12年半 大家想破了頭怎麼辦 我就跟總教練講 明天我在台中 董事長板得 我在台中的最貴的餐廳 辦了大概五週 第二天的 只拜